真不怎么样 都说便宜我好货一点都不假 那个店我看了个遍 全宴贫两万块钱都不值 三 俺您刚才问你话 你别回避 怎么一往前怎么回事 被偷了 偷 偷了 今天店里来了两个骗子 使了一招调虎离山 把钱偷 你看你看你看 你那么大个人 你看你 你连个店你都看不住啊 我看说不定什么时候 你这个大货人家人也给偷了 那就完食大吉了 爷爷你说的不对 要是把爸爸偷走了 我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倒霉大吉了 师傅已经偷了 破财小财 三 不过强大的货款 你得抓紧想办法还人家啊 去洗手去 等我这批货卖了 就还给他 你听听你听你听 我平时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 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这做生意什么最重要 诚信 你这样欠的人钱不还 谁还敢给你上货呀 谁还敢搭理你呀 说别别 我看这这 他这这 他这这不是个做生意的批子 老觉得自个儿行懂行 我看 顺分丁什么时候 我这半辈子心血 就让他给葬送 师傅 你别着急 三儿 想要去报名吗 报了吗 报上了 报名 报什么名 一位珠宝商比赛 钱财名可以进大公司 冠军年薪可以六十万 我觉得挺适合三儿的 就让他报名去了 你啊 就他 你别让他瞎折腾的 他要是有本事 能赚那六十万 那一万块钱 就不会叫人偷了 这俩回事 你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我倒是想对你有信心啊 可是做人哪 得有自知之明 自个儿几斤几两尘 还没弄清楚去 就去跟人争跟人抢 那不叫信心 那叫梅术 我不出了 小华怎么又没回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小华最近公司特别忙 他住在公司里面好加班 我这又唱的哪一出呢 距离显生没 别像赵本山说的那样 距离拉开了 美没了 师傅 下辈子吃了少块 爹爹 我饿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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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 我拿 买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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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孙子 饭姐姐 来 来 什么叫有智者是姓程啊 那爷爷先来考考你 智 怎么解释 不知道 咱们来查查字条啊 咱们来查查字条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花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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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这儿 在这儿 智 智相 智情 多棒 离婚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爸 也没有告诉天一 我一直觉得有挽回余地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还生了儿子 没想到郭小华那么无情 那么坚决 我签下了字 不是因为有信心能挣五十万 而是我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爸爸 你快点 我今天要吃完了 马上 马上 我今天要打扫卫生 去完了老师会批评的 你到爸爸的房间写字台上 有个绿色的塑料袋 你帮爸爸拿过来 好 陈一啊 走了 小二 走 咱们一万多的青蛙滑亭 是不是也被偷走了 昨天我就猜到了 说了师傅我就没敢说 说我招谁惹谁了 突然之间怎么这么倒的 三儿 出这个事我真没法在这儿干了 要再干下去啊 不是你把我拖垮就我把你拖垮 这是站不住在这儿 三儿 我临走了还得说道你两句 这辈子谁还没遇到这儿倒霉的事啊 你呀 就是太顺了 那你爸爸来说吧 他也被骗过呀 那次他想干壁大的 结果呢 进的货全部都是赢皮 叉叉就关门了 爸爸呢 结果气死回生了他就是 那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一分钱还不能看得比碗都大 掰开来花呀 这一个月也就赚一百块钱 仅够养家糊口的 你爸爸呀 最让人敬佩的也就这一点 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从来都不放弃 他还经常说 有志者是进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哪做错了 这不封上倒霉事了吗 我哪点比我爸差了 起码我读的书比他多吧 我专业知识比他丰富吧 好歹我也是珠宝鉴定专科毕业的 你别这么想 老李 咱把墙子那批货一卖不就没事了吗 我参加美丽人生珠宝商大赛 等我把冠军一拿 六十万 咱就翻身奴奴把歌唱了 这么着吧 我排那个店呢 约的点道路 我得去谈了 你可赶紧回来 我十点钟还有急事呢 好的 我一会儿回来 玉经理 你说怎么和她这样的女人 姐真蛇心情 她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那你要去不把她当女人 你就把她当一个鸡翠人 不就得了 她肯定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你小丫头 你这话就跟我说说得了啊 别乱说 走了 以后小时候待会儿不弄错 犯错我 她不就说不出来什么了 别哭了 半夜带家子出去 好 行了行了 没事 走 进 连总 那个 你看 小千这个月的奖金 你看能不能别扣了 最近公司特别忙 她现在每天都在加班 都挺不容易的 首先不是我扣了她的钱 公司有规定 清清楚楚地写着呢 她既然犯了错误 就应该接受处罚 无规矩不成方圆 是 其次 公司最近的事情比较多 但忙不是犯错误的理由 因为不是她一个人在忙 所有的人都在忙 如果因为忙而犯错误 那公司怎么运营下去 第三 你为她来求情 你以为你帮了她 实际上你是给她 继续犯错误的机会 同时你也在犯错误 行 算我没说 好 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呀你 我的天哪 你怎么才来 你急死我了 怎么了 你赶紧看着店 我出去办点事 怎么了 你把自行车修好了 昨天就修好了 那不早说你 还约上我了你呢 干嘛去啊你这是 离婚 快点啊老婆 你急什么呀 你们看哪会急的 找急找急别人送房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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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好 好啊 好啊 你好 可以在结婚当机处在哪儿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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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方老师 你好 你好 有事吗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我们结婚 离婚那边 同志 请问你们是你 来 谢谢 谢谢 喂 怎么了 我到了 你在哪儿呢 张三 你还算个男人吗 怎么了 你跟儿子说什么了 他失踪了 你知道吗 他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 怎么了 天忆 天忆怎么了 这方老师从天忆书包里拿出来的 你怎么能把这种东西给天忆看呢 你个废物 什么事你也办不成 儿子要是丢了 我跟你没完 别着急 别着急 他应该回家了 回家 到家里找找 回家了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天忆没回来吗 没放学呢还 他从学校跑出来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少说两啊 大姐 你有没有看见过我儿子 那个 有没有 今天 今天看见过 好像看不见 你看看那边 往那边走了 往那边走了 那边 快点 心里没看了 快点 陈一 张天忆 快点 你怎么了 你脚晚了 喂 什么 你说什么 大夫 刚才医院有个大夫给我打电话 说把我爸送到急诊病房了 我爸六十多岁 叫张忠泉 直走第二个人 谢谢啊 谢谢 对不起 请到外面 对不起 医生 对不起 我爸怎么样了 请问您是 我张三 您赵大夫是吧 对 刚才你给我打的电话 对 我爸没事吧 老年人血压高 着急允决了 我们现在正在给病人治疗 请你们在外面等一会儿好吗 咱们再没事吧 没事 我们正在给病人治疗 自己一直在外面等 谢谢啊 大夫哥 妈妈 跑哪去了你 你不在陪老头呆着 吓死了什么你 你是不是这男人哪 儿子 你怎么样了 怎么从学校跑出去了呢 急死妈妈了 我从学校跑到家 靠近爷爷躺在地上 我就把爷爷送到医院了 妈妈 爷爷是不是要死了 没有没有 天忆乖 没事啊 爷爷只是晕过去了 一会儿就好了啊 刚才爷爷都不说话了 妈妈不要爷爷死 不要爷爷死 爷爷不会死的 儿子别哭了啊 爷爷不会死的 乖儿子 妈妈 爷爷什么时候醒了 妈妈不说了吗 爷爷只是晕过去了 一会儿就醒了啊 天忆 怎么了天忆啊 怎么了又哭了呢 小朋友们都说你们不要我了 不会的 爸爸妈妈都要天忆啊 他们说你们要给我找新的爸爸妈妈 以后我就有两爸爸妈妈了 我不要那么多爸爸妈妈 我只要和你们在一起 我以后一定听话 再也不偷着充许小弟跑出来 再也不让你们生气 也不让爷爷生气 我什么玩具都不要 也不要吃哭的鸡 我尽量和你们在一起 爸爸妈妈永远都要天忆啊 爸爸妈妈永远都要天忆啊 那你们还离婚吗 那你们还离婚吗 怎么样 今天还去不去民政局了 反正字我都签好了 不去了 你去陪爸爸吧 累了想回去休息 回去吧 爸醒了以后给我打个电话 张三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 我们生活得怎么样 在老人和孩子面前 我们永远都是罪人 是罪人 是罪人 我会训练的 我没想到你 我跟他说 我会认识 我会训练的 我会训练的 怎么样 没事 一会儿打完这边叫我 好 谢谢啊 一会儿爷爷醒了 不能跟爷爷说 爸妈妈要离婚的事情 听明白了吗 为什么 爷爷病了 听到会生气的 再说爸爸妈妈 也不是真的离婚 闹着玩的 骗人 我上厕所去了 你知道在哪儿吗 出门右边 喂 妈 五号套餐 写料里面要香菜段 不要葱不要酸 我这最小面值是二十块钱 你们自带零钱吧 尽快 好 天忆 你赶紧做作业 爸爸来做饭啊 我没有作业 没有作业你就看书 我不想看 那你就爱干什么干什么 好 天忆啊 天忆 我们家烧水的湖呢 他上水的湖怎么不见了 天忆 天忆 水湖哪儿去了 我准备了 爸爸 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你也不在我睡不着 快过来吧 睡不着你想什么呢 爸爸 离婚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们都不要我了 不是爸爸妈妈不要你了 是 是妈妈不要爸爸了 妈妈为什么不要你了 因为妈妈嫌爸爸不会挣钱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要有了五十万 妈妈是不是就不嫌弃你了 你们是不是也就不离婚了 算是吧 那你能有五十万吗 你相信爸爸能有五十万吗 我不相信 为什么 解放老师的五十块钱你还没还呢 行了赶紧睡觉吧 天忆啊 张天忆 爸 你好了没有 好了 快点来出发了 爸 你今天怎么穿得那么白啊 今天爸爸要去面试 什么叫面试啊 面试就是考试 不过是当面考试 那是得穿白点 走吧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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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个车是我的 昨天轮胎爆了 我有急事没办法 你说什么 这是你的理由吗 你看我这个车又破又旧 放你们那儿还占地方 这是我家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每天上下班送我儿子 就靠这个车了 行了行了 以后别这样了啊 师傅 你看这后台给扎了 还能补吗 那我看一下 师傅 你看这个链子断了 还能修吗 不行啊 就是接上也不结实 一弄就断 你还是换把新的吧 新的多少钱 这要能链锁得十二块钱一把 十二块钱这么贵 得有便宜的 便宜的多少钱 便宜的六块 换不换 换一块给您换一块 先不换了 你赶紧补胎吧 来看一下看一下 谢谢啊 你好看一下 你好 小生弟你帮我个忙呗 我这自行车啊锁坏了 还没来得及休 能帮忙看一下吗 我给你钱 给你两块钱 先给你一块 一会儿我办完事出来 再给你一块 帮我看一下 行 那你放这儿吧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面试是在这儿吗 您好 我来面试 张三 不用了 这个你拿着 到后面排队吧 好 我没迟到吧 没有没有没有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位子 来 哥们儿 帮我看一下位子啊 来 哥们儿 帮我看一下位子啊 来 哥们儿 帮我看一下位子啊 我跑道上是有原因的 你也来参加比赛 第一次吗 你是学生吧 80后对不对 大哥 你懂珠宝吗 你也来报名 我跟你说 我玩珠宝的时候很 算了不跟你说 我来看一下 对不起 这是我的位子 这里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你这什么话 你说没有位子就没有位子了 这样吧 位置让给你也可以啊 可你不许再离开了啊 你这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你知道吗 大哥 这小青年你这么说话不合适 知道吗 我们都是到凤凰公司来面试的 什么叫站着毛坑不拉屎啊 那你说凤凰公司是毛坑吗 我们到毛坑来面试啊 我说你人说话客气点 行不行 青年你别冲动 我不想跟你打架 得得得 我也不愿意跟你废话啊 位置可以让给你啊 可你不能再离开了 你要再离开的话 说什么我都不能再让给你了 啊 更好意思 什么什么 我离开是因为有事 您这跑来跑去的 有什么事啊 看美女呢 是吧 我对美女还真不感兴趣 我的车在下面 没有锁 我让人看着呢 我看我的车 您这样 什么车啊 当然是自行车了 那汽车还有没上锁吗 这话都听不懂 真逗呀 大哥 你真吓我一跳 你知道吗 自行车啊 就一辆破自行车 您送给人都没人要 谁喜欢偷啊 你这话真说错了 丢的全是自行车 自行车绿色环保 不用上税 而且还省油钱 汽油又涨价了 你不知道吗 会不会过日子呀 行行行 我告诉你 我还得再看一眼 行 茶真被疏了 不好意思 帮帮我拿一下包妇 快 快 快 停下 停下 好好好 你跑啊 你抢我车你跑啊 你怎么了你 你别吓唬我啊 你怎么了 大哥 大哥 你要干吗 干吗 你说我干吗 大哥 你放了我吧 放了你 没那么容易 大哥 我这真是第一次 接着和奶奶那位等我回去了 大哥 你让了我吧 你闭嘴啊 我送你上医院 怎么弄的 撞到电线杆子上了 电线杆 嘴巴张大 怪似的 需要包扎一下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小亮 你姓什么呀 王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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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几岁 几岁了 二十岁 二十 请交一下货扎费 好 你带钱了吗 二十岁就干这样 你就带来这么点啊 这给你垫了 行 我先去交费啊 来 交一下治疗费 十六块四还差一毛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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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啊 大夫 大夫 我钱交完了 你自己拿着单子啊 我走了 大哥 你是个好人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你不用报答我 以后做事之前啊 想想奶奶 想想你的妹妹 就不会干这缺的事了 我走了来不及了 いく 行 你走 那边都要走 我就搜导 不会了 你没有走 影子 我都会出来 那边都要跑 我只好 一次让我重新回到凤凰公司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你具备一名珠宝上的素质吗 我认为我具备 首先我是学管理学毕业的 其次我在凤凰公司工作过三年 我了解这个行业 但是你在凤凰的工作并不成功 并因此被辞退了 对不起 现在还来得及吗 对不起 现在还来得及吗 你跑哪儿去了 你这怎么了 你快坐吧 马上轮到你了 来了 你这怎么回事啊 还真发生厂卸斗啊 车找到了没 今儿我算是明白了一句话 什么叫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你说你为了那么一辆 几十块钱的破自行车 白白丢了这么一个 赚大钱的机会 你傻不傻呀你 你面试结束了吗 结束了 把我的面试通知单还给我 对对对 这儿的 我这儿的 给 谢谢你 再见 张三 到你了 谢谢啊 这会儿还是她进去啊 没戏了吧 有没有戏呢谁知道 那是谁知道的 这不是谁知道的 这个是谁知道的 那个是谁知道的 你先问一下 我说个人没有戏看 还是又离婚了 没有堵车 也没有离婚 都怪我那个自行车 那个锁坏了 我就锁不了了 我到公司楼下的时候啊 我看见一个小伙子 看上去还行 我说小伙子你帮我看一下车 我办完事出来 我给你钱都行 然后我上来排队的时候 我就一边排队 一边去看 结果现在你说这孩子 他居然就把我车给骑走了 那 那二十多块的 他 前的车也是车 我就一路追他 他就跑 我就追 就他跑到个天桥上去了 你还有五分钟时间 我 我应该说什么 随便 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 或者继续说说 你身上的嘴唧是怎么回事 那个天桥有个下坡 他骑着车就冲下去了 结果一头撞到那个护栏上 砍一下子 连人带车就翻到那儿了 那个小子他 翻到那个电线杆子上了 满脸都是血 那咱们看到别人受伤了 也不能坐视不管是吧 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结果血滴的我身上都是 你是说他偷了你的车 你又把他送到医院了 对啊 时间到了 谁也把他送到医院了 我会给你个 difficulties 你也要帮我 咱们把这个房子残议了 这边的 色彩 是吧 你们不得来啊 你也要把他们递出啊 那边的连晋证 你算命的 不得了吗 我们知道了 自己去里面的 意味道 那就算了 不能允许 所以会在我 我看你老觉得特面熟 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报名的时候 再见 妈 再见 再见 方老师 你好 您这儿怎么了 没事 我 我碰到点意外 这儿不是我的血 行了 天一 跟爸爸回家吧 走了 回家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 爸爸没事 这儿不是我的血 再见啊 方老师 再见 妈 怎么了 我妈妈都不介意了 都不介意了 行了 走吧 怎么回事 你今天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我真的又没迟到 你借方老师的钱 怎么就没还呢 爸爸真忘了 对不起 爸爸今天钱已经花光了 明天再还好吗 说话算话啊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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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爸爸不好啊 明天还好吗 明天还好吗 你明天还好吗 天忆 天忆 你看这个新颜色这个阴影部分的这个情况 刘大夫 说实话你给我看这个片子 我真是一窍不通都看不懂 你直接跟我说吧 是这样的 这个呢我们汇准的结果是这样 是这样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老是胃疼吗 下个星期给你做一个小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你的胃就不疼了 这刘大夫人真好 现在医院里头看病人太多了 牌都排不上号 刘大夫还给我们插一队 我得的是不是胃癌 不是 不是 我就猜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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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呀 请我吃饭 什么事白天不能说还得晚上呀 啊 到底怎么了呀这是 老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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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